这样的包山越大 越来竞争 越来竞争 以前是小的 但是后来呢 因为用来竞争的 所以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在大师爷开光典演以后 也象征为期三天的太平清教 正式开始 因此现场除了雄伟的包山 一字排开 一出又一出的广东大戏 不但让地方乡亲看得入神 也同样有着寇谢神恩 保敬安民的意涵 但除了建教的内容 跟台湾相似以外 其实在长洲 却还有一样 非看不可的特殊镇头 保证让你是既熟悉又陌生 在长洲 现在看到我们这样施政啊 现在跑过来这样 在进行什么活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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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麟 麒麟 那个是麒麟 不是狮子 不是狮子一号啊 那不是狮子耶 那是麒麟啊 六万人 我赶快是多卖一点 趁这个时候 可是居然会为了 做太平清教 然后做成个胜利 对 你很乖来得上下也不卖用 好像麦当劳也不卖用 麦当劳怎么可能 那不是狮子耶 黑是麒麟喔 对 好特别喔 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少看到麒麟 对 你看到它有角的就是麒麟 一只狗 有一只狗 所以是麒麟 对 那所以进行这个活动是为什么 他们全做太平清教 你等于是有的那种 一定需要麒麟在那个 那个飘器的队伍里面 哦 太平清教一定要有麒麟的队伍在里面 对 对 你可能还在国家还在这回家 对 还有麒麟呢 是 它国家的被名字文化回彩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 相信许多观众一定跟我们一样好奇 就是麒麟跟广东师到底差在哪里呢 其实除了头上长脚麒麟在表演的时候 音乐是采正统的客家巴音 以吹奏为主 跟舞龙舞师敲锣打鼓是有很大不同的 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客家歌谣说着 麒麟在哪里呢 所以不管是大大小小的阴神赛会 或是这一次的太平清教中呢 麒麟不但有着趋温那幅的用意 也让我们看到香港人啊 坚守传统守护文化的用心 我现在鼓子在跟你的下雨是不安的 欸 滑走声很大 欸 山力吗 欸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台湾人啊 你台湾人啊 对 我有台湾人 你常常在这儿听到熟悉的台语 好刚刚喔 你怎么会走来这里 对啊 因为上年有来这里看 然后只有看两天 对 然后觉得不过瘾 没有把全程看完 你说你台湾呢 那你去年有来 你是在这儿做工作吗 我在人家在深圳工作 喔 深圳 深圳在街边而已 对啊 对啊 你这样看 你看我们在台湾的廟会 还在我们长州这里看到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边的规模虽然比较小 但是它整个那个仪式啊 都保留得蛮好的 那个传统有些保留得蛮好的 这样子 台湾比较盛大嘛 像那个烙青啊 那样堂啊 这家这个小 正精致的 你不觉得很面熟吗 那是 我们看到的在包三面的包子 就是这个嘛 好可爱喔 真的是耶 它上面都有带平安帐 对啊 小姐 不好意思 你好 请问一下你是来买平安包的 对啊 我是来买平安包的 所以你是长州人吗 我不是 我是老师 那是老师 对 你是哪里的老师 我是香港公开大学的老师 怎么特别还从香港 跑来长州这里 因为呢 香港太平村郊 是中国被物质文化遗产的 重点项目 这算是很重要的东西 才会被被这样保留下来 对 很有地方特色的 their is charcut 被保留下来的 所以你来长州做这个研究 我看应该也研究一段时间了 对 那因为我们第一次来 我就不知道太平清教的一些内容 那你觉得太平清教这个 有什么是它最有特色的地方 当然是平安包 对 那要不要尝试一下 等一下去弄那个平安包 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可以啊 那你再进去 好啊 这平安包可以做的 可以做平安包 可以 好多人在这边做 对啊 好香喔 味道那个面团的味道啊 原来要这么多人的红石做 对 这个都是平安包的制作过程 师傅你做这个平安包做多久了 它已经做了三十四年了 三十几年快四十年了 对 所以当初怎么会去做这个平安包 为什么长州会有平安包呢 因为在印度 因为桥的摸起就是有瘟音 所以就每次 我这样做很多平安包 就是没家没户 都哪一个平安包 就是保平安的意思 就清朝就开始了 对 所以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可是现在 师傅都很多耶 对 现在就很 我是就是长州有密集的 伴手地这样 伴手 代表性的食品 算是因为原本是因为 要保平安的东西 现在因为一百多年了 对啊 已经变成长州的特色了 对 那师傅在做这个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 特别的地方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人家去做 好 尝试一下怎么做 就请师傅教我们一下 要捏起来喔 这样可以吗 你懂得太慢了 那些东西 我有听懂 懂得太慢了 懂得太慢了 美工做太慢了 老板 你像这样一天 要做几个包子 老板 8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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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耶 不然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人家 工作 对 老板 我想请问一下 他这样子一天做8千个包 对啊 那等于是说 几乎是每天都在那边做了吗 对啊 整天都在包 所以这个平安包 已经不只是太平清教才会有的 因为这一定是8万年了 等于是说 一开始是因为太平清教的关系去做 现在呢 因为已经久了 就变成是一个长州异象的概念 是这样说吗 看师傅们啊 马不停蹄的赶工啊 就知道 平安包啊 对于长州人来说呢 真的深深具有代表性 当然啦 或许你会问 台湾许多地方不也如此吗 比如说到鹿港 会想到凤眼高 讲到新竹呢 则会提起水润饼 但在长州啊 平安包却不仅是趋温除煞 更是一种长州异象 铺天盖地般的随处可见 姐姐 嗨 怎么有黑色的平安包 它怎么都是黑色的啊 我没有手啊 那个... 那个... 熊本雄那啊 对啊 那不就是日本的熊本雄吗 对 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 这个上面也都是熊本雄 对啊 我可以拿一颗熊 可以拿吗 你们知道熊本雄叫幸福部长吗 他是熊本雄 真的耶 对 那这一次是做一个cross over 就是说熊本县他们参与了 我们这是太平清照的活动 那平安包是香港人每一年 太平清照的时候都一定要吃的包 那我们希望祝福大家就是 幸福又平安 平安又幸福 因为刚刚姐姐有说他是幸福部长啊 然后加上平安包就变平安幸福 对不对 对都有了 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把传统 它跟现代年轻人最喜欢的 一些元素结合这样 因为年轻人他可能因为这个 这么可爱 然后他就开始想要了解这个文化 他反而可以继续让它传承下去 对百年历史的平安包来说啊 不管是长洲还是香港 老早就远近迟名功不应求了 但如何从代表地方的特色 一样成为国际舞台的焦点 哪肯定啊 是需要动一点脑筋的 才能够在这场世界级的庆典中呢 吸引不同文化 不同族群的目光 也是越在地越国际的最好证明 你们昨天有没有看到 是王的开关 有 在庙前面那个很大墩那个 也是很好啊 对 就像那个开关以后 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开始要吃素了这三间 太平清教是要吃素的 对 这是我们的文化 所以吃素等于是说 太平清教开始了 就要吃素 要吃多久 三天 吃三天的素 就吃到整个太平清教的活动结束 结束才可以 对 可是像这个做生意的店 他们卖的都是什么 皮蛋瘦肉粥啊 玉兰啊 那他们现在就是重点 因为长洲呢 其实是很受观光客的欢迎的 但是那我们的老板呢 都不愿意赚钱 他们觉得文化传统比较重要 所以这几天 他们都不卖肉的 是 反鲜啊什么都不卖 可是老师 你刚刚有提到 因为长洲现在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岛 但太平清教这么大的活动 人潮应该很多啊 对 人潮多 那是赚钱为主啊 对啊 怎么可能说不卖肉 所以你们知道吗 长洲啊 太平清教这段时间 每一天有六万人过来看 六万人耶 如果说做生意的话 趕快趁这个时候赚钱啊 对啊 上次是很大 但是我们的老板也很好 他们觉得文化比较重要 所以都不卖肉 很感动耶 因为很少就是听到 可以为了一个活动 全部人都一起 对啊 如果我做生意 要我的话 六万人 我赶快是多卖一点 趁这个时候 可是居然会为了 做太平清教 然后做这个生意 对啊 对 连外来的上下也不卖肉 好像麦当劳也不卖肉 麦当劳 怎么可能 老师你说其他的 其他我不知道 但麦当劳我们很熟啊 吃汉堡 薯条 鸡块 怎么可能吃素 这个叫什么 飘色 小朋友在下面的 什么东西叫做飘色 反正像有两个小朋友 整些这个牌子 小朋友站在这个上面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么细耶 是啊 怎么站得上去 麦当劳我们很熟啊 吃汉堡 薯条 鸡块 怎么可能吃素 是真的 我带你们去看 真的吗 很充趣 麦当劳吃素 这只是面包 麦当劳吃素